在NBA肯定不會有這個MVP的機會 我就是真的很感動 我永遠不會忘記 我在高雄第一場的比賽 謝謝你 萬眾矚目 林舒豪降臨港都 2月12號在主場鳳山體育館迎來生涯在台處女秀 身穿7號主題戰袍席捲南台灣 在滿場球迷歡呼聲中壓軸出場 球迷們還不斷高喊MVP 讓好小子感動之餘也逐漸找回對籃球的熱情 四年了都是不但是遇到比較難的情況 也是隔離封閉 付出了很多努力 然後沒看到什麼結果 所以這不是就是突然一天都會找回來 當然你看這個環境是非常好玩的 所以就是一大步往這個方向 34歲的林舒豪去年在CBA上場機會寥寥可數 只替補出賽7場比賽 如今加盟高雄17直播鋼鐵人 從港督同齡開始 老婆引用聖經的話為她打氣 弟弟林舒偉和媽媽到場支持 春家人陪伴在策 她也更能篤定去面對比賽 直呼如夢境般超不真實 我今天是蠻緊張 那也是早上 我老婆也是提醒我 你上場都是替上帝去打球 你不用管別人的想法看法 所以這也是也是帶這句話 去打今天的球 有一點像我在做夢 就是昨天晚上可以跟我 我們可以一起打這些電動什麼什麼 然後起床去打比賽 她也能來看 就是感覺不是真的 我一直就是非常 admire我的媽 她對我們的愛 就是非常好的一個媽 球賽下午2點30分開打 12點不到就球迷等著排隊進場 5321張門票做無需席 締造鋼鐵人隊是第一次主場滿座記錄 要一睹林舒豪風采 她也不負眾望先發上陣 開賽就扮演球隊攻擊發動機 你拿手擋拆幫助球隊取分 手間剩下9分30秒時 在三分線外畫出美麗的弧線 為個人PLUS LEAGUE得分首開記錄 林舒豪全場貢獻21分6籃板 出神入化的傳球功力 送出13次助攻追平聯盟記錄 儘管只是第一場比賽 彷彿讓鋼鐵人脫胎換骨 全隊9人有得分記錄 叫出全面的進攻火網 率隊以既有15比80 擊敗來犯的台心夢想家 幫助球隊終止四連敗 為我們的球隊很驕傲 因為我覺得沒有那麼多時間 能夠這樣子團結起來 防守防到他們有80分 我是希望我是代表鋼鐵人這個球隊 這是我們的球隊 像我說的就是可能重點是團結起來 我們不能靠一個人去贏球 林舒豪無色的串聯球隊攻勢外 在防守端的拚勁 甚至製造對手的進攻犯規 也激發球隊強悍的防守能量 以身作則從防守做起 鋼鐵人也在前一幕化中 逐漸成為攻防一體的球隊 在今天的防守的部分 確實我們在落邊的斜防 甚至在一對一的防守 籃板球等等 我覺得都有做到一定的水準 那更何況還造成了 對方有21次的失誤 那我覺得確實今天是由防守 然後帶動了說我們所有的攻勢 然後再加上說好的一些助攻的串聯 然後讓我們今天可以那麼的活絡這樣 跟豪哥搭配就是 我自己就是做好教練給我的工作 那在場上如果打二號位 就自己要多去進攻籃框 或者是多去做一些 二號位該做的事這樣 林舒豪對於戰術的涵養 加上他能中英雙勝到的語言能力 在暫停時間拿起戰術版 化身藤真舒豪 扮演球隊溝通橋樑 要在短時間內迅速找出問題 並且解決問題 Motion I'm gonna pass to you I'm gonna come up 我們都還在磨合的期間 場上今天夢想家的這個應變 也很快 然後有不同的方式 所以蘇豪那時候拿的戰術版 是想要確認 大家的一些在路線上的 是不是同樣的想法 我們其實大家也都很專注的 就是那個當下 把事情搞明白最重要 這是我第一次跟他們打聯防的 所以都是要一邊打一邊學 一邊打一邊學 其實龍哥今天的角色是非常重要 因為我也不知道很多東西 今天是一個很好的第一步 林舒豪來台首戰 晴英上陣41分20秒 上場時間僅次於克拉索夫 兩個多月沒有接受高強度比賽 體能條件是否會影響後續表現 豪哥掛爆陣 體能絕對沒有問題 第一場會是從體能的 你的角度會是最難的 從今天以後 應該都會容易滿多了 要讓身體適應過來 謝謝 謝謝你讓我打那麼多 其實對於上場時間 我們是有溝通過的 那因為蘇豪他對於這個球隊 他覺得他有很大的責任 其實當時他也 我們在溝通的時候 他說基本上 40分鐘到36分鐘 是他一個努力的目標 但是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今天其實有兩次吧 我有希望說他能夠下來休息 可是他覺得那一段時間 他還可以在場上 為球隊繼續奮鬥 所以我想說在這一方面 我以後心就不要這麼軟了 林舒豪回到台灣的首場出賽 魅力無法當 商品銷售區人潮更是落意不絕 球團為他推出個人系列商品 早就銷售一空 當日銷售額高達100萬元 無疑是球隊超強稀票機 拓展客群的部分 是真的有一個很大的進展 那看到左下角已經空掉了 是這一次這個主題球 17主題球 因為他色彩比較繽紛 那球迷就率先搶購 也非常熱 所以你看到現在已經完全 銷售一空的一個狀況 還有一些生活化的小周邊 然後球迷也非常喜歡 因為他非常實用 然後又可以算是支持他這樣 對大概是這樣 所以目前都非常熱銷 那目前看到架上如果賣完 基本上就是幾乎接近 玩瘦一空的狀況 我覺得會比較認真想要跟轉播 然後就更熱衷 對 球賽 我們是很期待 然後就是很想要他趕快來 非常興奮的 林書豪加盟後 鋼鐵人在戰機票房 都打了一劑強心針 粉絲也拿出家裡的鴨翔寶 細數他過去待過的球隊球衣 還有曾經參加過 好小次訓練營的鄉親 多年之後 能在港都再次見證他場上風采 都感到不可思議 其實我們期待非常久 今天首戰的話 我就跟我的家人請過來 一定要現場支持林書豪 他加入鋼鐵人 對我們來說是個好事情 因為我們過來幹球比較方便 希望說豪哥加入之後 可以扭轉這個局勢 然後把鋼鐵人的戰機拉起來 訓練營結束就剛好 拿這個球衣給他簽 就算是實現我的夢想這樣子 有點夢想成真 然後可以親眼看到他打球的樣子 其實我覺得很開心 也很感動 希望書豪加入之後 能夠發揮他的領袖特質 然後帶鋼鐵人的戰機可以更好 但是他開心打球最重要 像他自己講的一樣 我們也是希望他不要壓力太大 對啊 我覺得他就是輕鬆打開心就好 對 林書豪 加油 林書豪被視為鋼鐵人的救世主 肩負球迷希望跟球隊戰機 他也沒有辜負期待 第一場比賽 攻守兩端就展現載之力 碰出球隊順利指敗 接下來是否能穩定表現 先請Linsanity 2.0 燃燒高雄鳳山將是眾人目光焦點 2.0 3 4 6 6 10 9